在世时,用自己的鲜血建立了教会 他们赢了上祖的绝杯,成为天主的朋友 因父及子及生存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甚至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天与阿弥际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我们今天跟普世教会一起庆祝 两位伟大的总统 博德鲁跟宝鲁 其实在我们台湾的庆祝 就把这个节日移到比较靠近 今天当天的主日 大概我们应该是可能昨天吧 昨天庆祝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还是要跟普世教会 庆祝他们当天的节日 两位总统 伯德鲁 他是为了 各个领域我们教会的领域 我们要我们的工作主要的是有两个 往内,往外 往内我们说是牧林 往外就是传教 那这两位可以当做我们的榜样 我们祈求在天上的这两位总徒 为我们祈祷 现在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 参与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中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思想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承送你 朝拜你 宣扬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圣子 主天主 天主的高养 圣父之子 除名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名是罪者 求你扶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佑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今天是给了我们 欢欣鼓舞的心情 庆祝圣伯多 及圣保禄的清洁 你的教会 首先由他们接受了信仰 求你恩赐 我们在一切世上 尽从他们的疑讯 以继续发扬你的教会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去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阿们 公读宗徒大事录 黑洛德王下手磨难教会中的一些人 用箭杀了 若望的哥哥 亚格 他一看到犹太人喜欢 便命人连博夺也加以拘捕 那时正是无效节 把他拿住以后 就押在监狱中 交由四班兵士 每班四人看守 愿意在逾越节后 给百姓提出来 伯多就被看管在狱中 而教会 却恳切为他 向天主祈祷 等到黑洛德 要提他出来的前一页 伯多被两道锁链捆着 睡在两个士兵中间 御门前还有卫兵把守 忽然 主的一位天使显现 有一道光照亮了房间 天使拍着伯多的肩膀 唤醒他说 快快起来 锁链 就从他手上脱落了 天使向他说 竖上腰 穿上你的鞋 他都照办了 天使吩咐他说 披上你的外衣 跟我来 他就跟着走出来 还不知道天使 还不知道天使所行的 是实在的事 只想是见了意象 他们经过第一道纲和第二道纲 来到通往城中的铁门前 铁门就自动的开了 他们便出去 他们便出去 往前走了一条街 忽然 天使离开他不见了 伯多这才清醒过来说 现在 我确实知道 主 派了他的天使 来救我脱离黑洛德的手 和犹太人民所希望的事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我要时时赞美上主 我的口舌不断称颂上主 我的心灵因上主而自豪 谦卑的人听了也必欢悦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请你们同我一起赞扬上主 让我们齐声颂扬他的名号 我寻求了上主 他就应允了我 救我脱离一切恐惧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你们养瞎他 你们养瞻他就会喜行余色 绝不致满面羞惨 贫困的人一呼求 上主立刻扶允 正救他脱离一切艰辛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在那敬畏上主的人四周 由上主的天使扎迎护手 请你们体验并观看 上主是何等的美善 投奔他的人真是有福 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公读圣保禄宗图至 帽德后书 弟兄们 我已被惦记 我离世的时期已经尽了 这场好仗 我已打完 这场赛跑 我已跑到终点 这信仰 我已保持了 从今以后 正义的冠冕 已为我准备好了 就是那公义审判的主 到那一天 必要赏给我的 不但赏给我 而且也赏给一切 爱慕他显现的人 但是主却在我左右 加给我力量 使福音的宣导 借着我而完成 使万国的人都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 主定要救我脱离各种凶恶的事 也要使我安全地进入他天上的国 愿光荣归于他 于无穷事之事 阿们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你是博多 在这磐石上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邪恶的势力 绝不能战胜他 圣言主 与你们同在 与那心灵同在 共度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来到了 菲律伯的凯撒勒亚境内 就问门徒们说 人们说 人者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 有人说是西子若翰 有人说是厄里亚 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 或是贤子中的一位 耶稣又问他们 你们说我是谁呢 西满波多回答说 你是莫西亚 永生天主之子 耶稣回答他说 约纳的儿子西满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血肉之人 启示给你的 而是我在天上的父 我也给你说 你是剥夺磐石 在这磐石上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邪恶的势力 邪恶的势力 我们赞美你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我记得我们家乡 有一个双胞胎 他们已生下来以后 父母就给他们名字 波多跟宝露 波多路跟宝露 这个是因为我们想 我们所看到的 波多路跟宝露 他们的不是相片 他们的图画 他们的画面 通常是把这两个人 放在一起 在我们教会 把这两个人的画像 放在一起 就看起来 他们就好像是 一个双胞胎 所以很自然的 如果有一个双胞胎 出生了 就是一项的 一个是波多路 一个是宝露 其实他们两个人 他们还活着 在耶路撒冷 一个是在 安提约基亚 工作的时候 这两个人 可以说是对立的 对立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看 从他们的学历 波多路 他就是 北部的 扎利利亚 湖旁边 波多塞达 的一个人 他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 他被召教的时候 他就是 做什么呢 就在那边 他是 整理他的渔网 所以他是渔夫 那做渔夫的 我们就可以想象 做渔夫 或是做农夫 我们就可以想象 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也应该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是 波多路 应该看起来 他们的 这个家庭 应该还不错 能够 能够拥有自己的 渔船 这个也还不错 所以他们家 所以他们家应该说 不只是他们有了渔船 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的 买鱼的店 我们就可以想象 他们去抓了 抓了很多的鱼 当然为了提供给他们自己吃的 但是如果他们抓了这么多很多很多的鱼的时候呢 那这些鱼要怎么办 他们一定会有他们自己的鱼市场 所以看这个家庭也应该还不错 但是从教育方面 在耶路撒冷的 实际们 在耶路撒冷的领袖们 他们的孩子们 就有拥有这样的特权 可以拥有好的教育 但是渔夫 农夫 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 也蛮辛苦的 那还要提供孩子们的学费 所以大部分的农夫 渔夫的孩子们 也没有受很好的教育 所以我们就想象 伯德鲁 他的教育方面也应该非常的低 宝鲁是另外一个 宝鲁他是在塔尔索出生的 现在的土耳其 那他虽然是生在塔尔索 但是他在耶路撒冷 住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就找了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师 向他学习 宝鲁他自己说的 他向迦玛利尔 学习 那加尔索利尔 加尔索利尔是非常的有名 加尔索利尔的父亲 他的爷爷也是非常有名的老师 在耶路撒冷的老师 所以他受了非常非常好的教育 宝鲁受了非常非常好的教育 所以我们看他们这两个人 从这里的教育 他们的生活背景就是不一样 但是在教会团体呢 两个都有权威 伯德路 他的权威来自哪里 来自耶稣自己选他 十二宗徒之中 他的地位就是 可以说这个十二人的领袖 所以他从这里有他的权威 可以带领这宗徒们 宝鲁呢 是因他的 学他的那个教育 也有他的权威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宝鲁来到那个安提约基 看到了宝鲁在那边 跟安提约基的教会成员 那边的互动 有一些偏差的时候 宝鲁就很不可期的指证他 很不可期的指证他 他写了在加拉大书第二章 在那边看得很清楚 他设置伯德路 在宗徒大师路 应该是第十五章 前面的十四章 这个也是 也是讲关于这个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人他们的关系 应该也蛮紧张的 两个人应该也蛮紧张的 他们的关系 那他们也是说 也在教会工作 宝鲁 波德路就是在耶路撒冷 在犹太地区传教 他巩固教会内部 宝鲁就跑到外面 他有三次的传教之旅 以后第十次他也到了罗马 所以他们的工作的方向 也不一样 宝鲁 宝鲁 教会内 宝鲁 往外去传教 其实这两个方向 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的工作 我们应该也把这两个 放在我们的每天的工作 往内 我们说牧林 要顾好我们自己 教会内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也往外 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 分享给外面的人 他们还不认识天主 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 我们说福传 所以他们两个人 他们所做的 就是代表了 整个的教会的使命 两个人在一起 是在什么地方 是在我们的圣经 没有告诉我们 传统也说 他们两个人 在罗马的时候 一起过生活 伯德鲁回到了罗马 保路也到罗马 他们在罗马 一起过生活 是因为他们 相信同一个人 死而复活的 那一位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就被抓了 他们就坐牢 两个人送到监狱里 传说 传统说的 他们是被关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监狱里 所以他们在罗马到最后 在晚年的时候 他们就是在一起 分享 同一个 结局 两个人到最后 两个人到最后就被殖民 为耶稣基督 牺牲 他们的性命 所以我们在今天 在庆祝 这两位的 节日 伯德鲁跟巴路 我们就要看 他们所留下的 我们要公布 我们教会 内的弟兄姐妹们 要做好牧林 但是呢 我们不要忘记 如果我们只是 做好牧林 我们的工作 应该是 好像这个 我们的船 会快要撑下去了 因为没有平衡点 我们要记得 我们也还有另外一个工作 传教的使命 他们两个就是提醒我们 这个工作 在我们每天一起工作的 可能有一些的冲突 像巴路跟伯德路 他们也大概 也是有这样的冲突 但是他们的冲突 就是为了 他们这样的 所抓住的这样的信仰 是要复活着耶稣基督 而有冲突 我们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可以问问我们 我们自己 我们冲突的起源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信仰 或许 因为有一些 本来是不需要 存在的冲突 这个是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在今天 在庆祝这两位 大圣人 我们祈求他们 为我们祈祷 在每天我们的工作 可以做好 他们所留下的大使命 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 在两位圣人的节日 我们一起宣誓我们的信仰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人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 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圣子 他在万事之前 有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处自光明的光明 处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被圣父所发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有童真 玛利亚去的肉躯 而成为人 他在伴阙比拉多之正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臭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神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还要光荣的将来 审判生者死者 他的神国万事无疆 我信圣神 他是足及富裕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供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群从 同享光荣 他曾借先知们发言 我信唯一至圣之功 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圣罪的圣席 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及来世的生命 阿们 现在让我们把 我们今天的 祈祷的意向 一起奉献给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祝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严信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 愿你以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决于你的执意 为君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意 相爱你 我们决于把 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 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 圣女的荣 祖神使用你 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选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选与教会 首长 国家领袖 及德西政府 万元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我们的福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世 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切心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 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从明 及刚一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朝见 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 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全气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利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向很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执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嫌疑诱惑 当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神子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主派遣我们去传报福音 圣道礼仪礼成 感谢天主 我爱你耶稣我主 你就是真地生命的道路 每当我迷路时你来找我 感谢你带领我 感谢你带领我 当我迷路 感谢你走上十字 不如是我的十方自由 感谢你走上十字 感谢你走上十字 不如是我的十方自由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